最近中国好声音2021如火如茶的进行当中,在领略了各位出色选手的精彩表演的同时,有一位嘉宾的出席也让观众们十分激动,他就是著名歌手吴莫愁。 在本季的节目中,吴莫愁是以导师助教的身份出现,而在节目之外,吴莫愁也谈到了自己隐退三年的实情,之所以会选择隐退三年,吴莫愁的回应既让人惋惜,也同时让人体会到演艺圈的现实与无奈。 隐退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样化的,根据吴莫愁的讲述,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自己母亲生病了,需要照顾,而隐退的最为根本的原因,则是自己深感肩上的压力太重。 但是追根溯源,吴莫愁之所以隐退的原因,却并非只是压力大这么简单,在如今一切都高速发展的时代,就连音乐市场也是难以幸免的飞速运转,更新迭代的速度让人惊叹。 在此前一次采访当中,吴莫愁曾谈到他喜欢的音乐类型是R&B和Rap,但是音乐市场却不如吴莫愁所想。 此外,由于他本身相貌和舞台上形象的原因,使得他所演唱的歌曲总是与他的心意背道而驰,于是对这些音乐本就无感的吴莫愁,在演唱的过程中也被不少观众定性为不好好唱歌。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,吴莫愁自称仿佛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,以前总有一些灵感也好像被关闭了一样,因此吴莫愁的隐退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结果。 但是,在反光近几年来的《中国好声音》,其境遇也是不容乐观的。 从2012年的第一季到如今,一路走来的九年时间,《好声音》节目也逐渐正在巅峰开始跌落。 首先就是节目本身的热度与收视率,近几年来,尽管都是如约而至,但是必须承认的是,节目自身的运营已经是相当惨淡。 并且,即便请来的导师都是大师级别的人物,但是节目的模式多年来始终没有进行更新,这也使得观众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,也逐渐产生出视觉疲劳,新鲜感也早已所剩无几。 其次就是,在此前,《中国好声音》还因为节目版权的原因引发热议,原来,在此前,由选手潘红以及泰金芝芝分别演唱的曲目《最好》和《浪里游》,被原作者郭鼎吐槽直接被节目组使用。 之后,还有越来越多的创作者跳出来指责同样的情况也在自己身上发声。 一下子,版权争议的风波也让《好声音》的名誉严重受损,迫于无奈,《中国好声音》曾更名为《中国新歌声》,再后来又重新恢复《好声音》这一名称。 不过,卷土重来后的热度显然是不仅曾经的巅峰。 而不单单是节目的落魄,昔日舞台上的冠军歌手们也同节目本身一样显得格外落寞。 例如第一季的冠军梁博,在比赛中以一首《我爱你中国》还翻全场,成功斩获冠军。 只是拿下冠军的梁博,为人格外的低调,在自己最火的时候,毅然放弃继续吸取的热度,最终选择出国留学。 为人谦逊低调的他,如今的现状也只是平平无奇。 而第二季的冠军李奇,同样也是如此。 尽管与梁博相比,李奇颇为高调,拿下冠军后还曾为一些电视作品进行过演唱。 只是他的热度也并没能如他所愿一直维持下去,很快也被大众遗忘。 此外,还有第七季的冠军张磊,第六季的扎西平措,第七季的弹增尼玛。 他们都曾经在舞台上分别凭借着独特的嗓音,独特的歌谣,以及民谣,给观众们留下了许多感动。 然而,现实总是无奈,在小伙之后断断续续推出少许作品后,这几位冠军歌手都还不是不约而同的落寞了。 似乎这就是一个魔咒,但凡参加过好声音的选拔后,即使在当时引起轰动,但事后热度总归还是会回到平淡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很快便被人遗忘。 不过有两位选手却是个例外,他们在比赛中没有摘得冠军,却被无情淘汰。 可是如今的他们,却是所有选手中混得最风生水起的,甚至可以说是好声音节目的遗珠。 这两位就是周深与盖周延。 在众多中国好声音的学员中,其实周深是最让观众们一难评的。 早在参加中国好声音节目之前,周深在音乐领域就已经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。 先是去乌克兰音乐学院学习美声唱法,回国之后还在一些平台直播唱歌,获得了天籁歌手的美称。 在2014年,只有21岁的周深参加了好声音的比赛。 在盲选的环节,周深独特美妙的女嗓给在座的导师们,包括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使人大感惊艳。 最后,他所演唱的欢言,荣获三位导师的纷纷转身,而周深也成功地加入了纳英战队。 原以为周深将极有可能成为纳英战队冠军的不二人选, 谁知,在之后的淘汰赛中,周深与队友李维共同合唱贝加尔湖畔, 而最后纳英却选择了让李维晋级,不得已而淘汰了周深。 那时的周深,想必对于自己的淘汰也是意料之外,一度控制不住,情绪含泪离场。 除了周深,盖周延的淘汰也是让人感到遗憾。 同周深一样,参加节目之前,在音乐上独具天赋的周延也推出了个人的一些嘻哈音乐作品, 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丝毫不亚于其他音乐人。 对于盖周延曾经参加过比赛这一世,并没有像周深当时那样议论得沸沸扬扬。 那是在《中国好声音》惹上争议改名为《中国新歌声》的期间,盖以自己的本名周延报名参加了盲选。 那时候的周延在选拔的过程中演唱了《贾行僧》这首歌曲, 然而却并未引起导师们的青睐,最后因为没有导师愿意转身而被淘汰。 尽管都是遗憾离场,但是之所以称周深和周延都是遗珠。 原因则在于,类别舞台的他们在音乐领域并没有就此埋没,反而是混得风生水起。 与历届好声音的冠军选手相比,他们的境遇比这些冠军好的上千倍万倍。 不像那些冠军选手被埋没,在一些比赛之后,周深和周延都是不约而同地推出个人的一些单曲作品, 近几年来依旧如此,并且发展的前景也是相当乐观。 这些年来的热度和名气更是与日俱增。 首先是周深,在比赛过后的一年时间,就有不少音乐人对他大为赏识。 就在2015年4月,周深为当时热播的电视剧《何以生肖默》申请现唱片尾曲。 之后的7月,周深便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《回味》。 又过了一个月,周深推出了个人的首张单曲《玫瑰与小鹿》。 仅仅这两个作品就足以让周深迎来人生的大火时刻。 不仅优美的《声线》被人越来越熟知,也让周深的知名度一下子得到了拔高。 此后的2016年至今,周深所推出的专辑和歌曲已经是不计其数,而作为音乐高产人的他,热度依旧是没有半分减少,如今依旧活跃在歌坛一线。 而在不断推出曲目的过程中,周深也被不少综艺节目所邀请,诸如《明日之子》、《创造影2021》等多档活跃节目。 除了周深,周延同样在歌坛打拼的热火朝天,虽然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连忙选都没能通过,但是在2017年中国有嘻哈的舞台上,周延却顺利夺得全国总冠军。 这一次的冠军也成功让周延在嘻哈音乐领域逐渐吃香,此后的他也连续多年推出自己的个人嘻哈单曲,此外还参加过多场大规模的音乐节。 在众多嘻哈歌手中也处于一个相当高的地位,并且同周深一样,周延也参加了多档热度颇高的综艺节目,实至如今也依旧在发行着自己的音乐作品。 可以说,周深和周延这两坑好声音的遗珠,如今的境遇简直是让那些冠军们羡慕,事实无常,谁能料到时隔多年,如今歌坛最为吃香的竟是当年惨遭淘汰的两个人。 感谢观看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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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!